欢迎来到赵女说声 当代社会男女青年在谈婚论嫁的时候都注重什么呢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跟他讲 哎呀大家得注重这个门当户对啊 可能很多人是嗤之以鼻的 虽然我们的父辈经常跟大家说 哎呀找婚姻啊还是得注重门当户对 这个经济实力啊社会地位啊不相称 你这个婚姻啊不一定幸福 但是对于很多中国青年人来讲 门当户对真的不是一个首要考虑的因素 甚至有很多婚姻啊 虽然得不到父母祝福啊 还会有很多青年人说我不管啊 大不了我不告诉父母我就去结婚 大不了我离家出走私奔个一两年 这个父母还拗得过儿女吗 天下哪有不爱儿女的父母啊 所以我的婚姻我做主啊 大不了私奔个一两年 我都带着孩子回家了 父母还能不接受我们吗 是的 中国的父母那真的是很爱子女的 同样的事情啊 到了别的国家可就会变了味儿 比如说我们民邦印度吧 印度婚姻讲不讲究门当户对呢 我跟大家讲那不是一般的讲究 而且不光是这个经济实力啊 印度的婚姻的婚姻 印度的婚姻尤其讲究种姓 是的 咱们清楚啊 印度人是分阶层的 是分种姓的 不同种姓之间按照人家的道理 那就是不能通婚的 虽然今天印度政府都说啊 印度是个世俗的国家 不是一个宗教国家 印度人的身份证上是不写着种姓的 可是架不住 印度还是一个很原始落后的国家 对大城市来讲 可能你这个青年男女 不考虑对方的种姓了 可是对于几亿农村印度人口来讲 还是很考虑种姓的 近些年来 就由于不同种姓之间的通婚 发生的惨剧 那真是比比皆是啊 几天之前 印度就又发生了一个惨剧 一对印度年轻的男女 也就二十一二岁啊 在工厂打工的时候 认识了 只不过他们是不同种姓的 但是 嫁不过人家有真情啊 所以人家俩就真的私奔结婚了 结婚之后一段时间啊 女孩家里要求女孩回家 女孩一回家就被家里扣下来了 家里不让他再回去 结果人家男方还到法院起诉 法院呢 当然是尊重年轻人的这个恋爱婚姻自由啊 要求女方必须跟男方共同生活 这下好了 女方家里就想方设法报复 怎么报复呢 就在几天之前啊 女方的一个十七岁的弟弟 拿着一把枪 闯到了女方的家里 当时女方的丈夫正好不在家 结果她弟真下得去手啊 拿枪照着自己亲姐姐的头 就砰一枪 把亲姐姐给射杀了 射杀之后 她弟弟还没有任何回忆 大摇大摆的就回家了 对她弟弟来讲 把亲姐姐杀了 那是因为亲姐姐犯罪了 犯了什么罪呢 就是因为亲姐姐跟不同种姓的男人通婚了 这个事情让她的家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 所以她的这个行为是正义的 是一个荣誉谋杀 近些年来啊 这种打着去除家族屈辱的荣誉谋杀 在印度真是举不胜举啊 有父亲杀女儿的 还有岳父杀女婿的 甚至前不久 印度还爆出一个事啊 有一个岳父 把自己的女儿女婿 甚至女儿当时怀孕啊 关到一个屋子里 然后一把火放火 一活三命啊 也可能我们善良的中国人都怀疑 怎么下的去手啊 那是自己的亲女儿亲姐姐呀 可是对于很多印度人来讲 就拿这个17岁的杀姐姐的弟弟来说吧 他说自从他姐姐嫁给不同种姓的姐夫之后 他在整个村子里就天天受到村民的奚落 人家就笑话他 笑话他姐姐不守护照啊 笑话他们家族都受到了耻辱 长久以来村民们给他的屈辱 让他感觉到必须亲手杀了自己的姐 姐姐才能让整个家族恢复名誉 所以大家看到了 私奔在印度 那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浪漫爱情故事 那随时随地会演化成一个家族悲剧 美质全世界嗨 M 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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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